嗨,大家好,我是 Vanessa,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我来继续画Tomford 2023年夏季 Release的三盘眼影的其中一盘40号Golden Hour 我上一个视频有画Hazy Sensuality 那一盘眼影它是一个偏冷掉的一个粉盘 那这个40号呢,它是一个偏暖掉的金棕盘 我觉得这一盘是今年夏天Release的这三盘之中的颜色最深的一盘 那如果你对这一盘2023年Tomford40号Golden Hour 眼影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的粉底和眉毛就换好了,我要先涂个润唇膏 这支Hula Herxen我在斯福兰八折购物的时候 入的这个润唇膏真的是无敌具好用 秒杀同价位的润唇膏 你看我每天都用,用到别掉了 大概还有三分之一吧 这里面还有盛态,它的保湿能力超强 它不是假润也不是假滑,它是真的可以给唇部滋养 那今天的Bronzer的腮红要用这个Bobbi Brown的 也是一个新环,大概出来一个月吧 它的外包装是一个布料,应该是一个Linen Carton的材质做的 然后是一个粉红色的 非常的可爱,很清新,但是这种材质应该会很容易脏吧 然后里面也是超级好看的 这个盘有推出了三个颜色,我买的是最浅的颜色 Light 然后Medium腮红是一个橘色的 这颗高光就是一个五花肉,它的肥肉很多,瘦肉很少 然后涂在手上就是一个,还是偏粉的一个珠光 它的Bronzer应该是中性偏暖的,也是一个比较淡的 然后腮红是一个baby pink,今年很流行的颜色 那我上脸试一下 上在脸上就有一点偏红的感觉 这个颜色真的也可以当腮红用了 看它打在我这个全裹的位置,遇到我底下的泛红的部位 它就偏红,下面下额的部分就偏橘 也是一个自然挂的Bronzer,非常好晕染 虽然它是一个很淡的,但可以看出这边和这边的脸的对比 我还是比较喜欢有颜色的脸部 不喜欢脸部空白太多 这个颜色感觉就和Tample的02号Terra和和Gucci的浅色的Bronzer差不多颜色 都是这种有点偏橘,偏粉的棕 然后腮红沾起这个 粉嫩的pick 我感觉它和前一阵子我试着Bobbi Brown的那款腮红带渐变的颜色很像 它是一个暖调的,那款是一个冷调的 就是这一款金色的包装 这个是一个冷调的,它是一个偏白偏粉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颜色都是暖调的,估计和这个Coral这个颜色差不多 这个比较亮的,这个也比较暗一点,还是有差 这是一个更偏橘一点和这个相比来说 嗯,是有差的 约染能力也是超级好的 在我印象中,Bobbi Brown的粉质腮红的质量都 约染能力都很不错 我好像没有遇到过Bobbi Brown的粉状的雷品 然后沾这个高光 嗯,它是比较自然的 它是比较自然的Glow 是美的 OK,那现在来画眼影 那,哇,这盘 这三款的质地都超级无敌哦 真的 这质地 只要用手一碰就知道了 我感觉这两个颜色的区别不是很大 在盘子里看出来有一个稍微会深一点 但是上在我手上就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我先用这个粉色 粉金色做打底色 这个质地真的绝了 超级好晕染 只要有手就能画的美 我都没有怎么太费力太费时间 它都晕染的超级均匀 完全不会卡,不会patch 防层叠加 也没有问题 有的质量不是很好的眼影 叠加多了 这就真的会卡 接下来我用筒把刷子 沾这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 放在颜尾处 上眼皮的颜尾处 然后向前延伸 我觉得这盘眼影单独每颗 单独一颗晕染就可以了 如果是日常要上班工作的话 然后我要用这颗金色 在我的眼 上眼皮的眼头到眼中 这盘就真的比较偏金棕 红棕 棕棕系列了 再把边边暈染下 下眼线下了这个颜色 大个底 真的化妆技术不好的朋友们可以录这一盘 真的它可以掩盖你一切化妆技巧的问题 要深则深 要选择浅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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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我要用这个金色在眼角和下眼头做一个衔接 那我的眼影已经上好了 其实我没有用很多的时间就把它晕染得很好 那我现在戴着睫毛,马上回来 OK 那我的眼线和睫毛就戴好了,现在我要化口红 今天我要用Dior的这一款口红 我的颜色是620 它是一个带棕掉的一个深棕裸色 不知道这个颜色算不算裸色了 比裸色再深一点 那我的妆容就完成了 那最后就说一下我对这盘Golden Arrow的一些看法吧 我觉得夏季这三盘真的是晕染无敌了 只要你有手就一定能把它画好 小白呀,手残党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它的显色度就是刚刚好的 即使你占一点点,它也能晕染得非常的漂亮 如果想要化妆妆,想把它叠加到非常深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盘影在质地上真的是无可挑剔 那就看你是不是喜欢这三盘其中的颜色了 那我最后还剩下一盘Peach Down 没有和大家分享 那如果你的接下来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请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See you 1 2 3 4 4 4 1 5 4 5 6 5